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年总结报告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代表中央政治局 主持讨论会 下午 越共中央委员会分组讨论 贯彻落实越共十大器重全会 关于农业 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决议 实施十五周年总结报告 首都河内是举行第三十一届冬运会开幕式 闭幕式和大多数比赛项目的地方 为了更好的完成冬运会医疗保障工作 河内卫生厅五月五号已举办第三十一届冬运会医疗保障团队出征仪式 河内市人民委员会要求河内卫生部门 特别是直接参加服务第三十一届冬运会的医务人员 除了需要旅行好专门任务 还需要向国际友人表达首都市民的热情好客 成为文化大使 河内市卫生部门已努力确保人力资源 药品 设备等到位 保持应对疫情防控的24小时制 此外 卫生部门也密切监督 何时时关注运动员及嘉宾代表食宿场所的食品卫生安全 在比赛举办地随时应对紧急情况 第31届冬运会将于5月12号至23号举行 河内18个举办地将举办第31届冬运会的许多赛项 目前越南有关部门就第31届冬运会的筹备工作紧快完成 参加第31届冬运会的各国代表 均高度评价冬到国的筹备工作 并相信越南将成功举办本届冬运会 德国金融市场世界报告 刚发表了一篇文章 强调越南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 已全面开放 所有行业都出现了好转形势 文章指出 今年3月份 越南的进出口总额 创历史新高达673.7亿美元 其中出口额达347.1亿美元 超过2021年7月创下的记录 据要行预测 2022年越南的经济增长率达约6.5% 文章还指出 不仅制造业和外贸业蓬勃发展 越南国内旅游业也蒸蒸日上 专家表示 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 计划将其供应链转移到越南 被认为是本地取电子产品 仿制品和鞋类制造中心的国家 此外 从3月周旬起 越南宣布对国际游客开放边境 恢复国际旅游活动 并取消对入境游客的隔离规定 旅游业为越南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周末长假期间 乘坐飞机出行的游客人数 比上月增加了25%到30%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越90%到95% 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表示 2022年前四个月 农林水产品净出口额 达越318亿美元 同比增长7% 农林水产品贸易顺差 近40亿美元 是2021年的3.2倍 4月份 农林水产品出口额 约达48亿美元以上 同比增长11.2% 环比下降2.6% 前四个月 主要农产品出口额 达74亿美元以上 增长10.5% 主要林产品近59亿美元 增长4.9% 水产品约达36亿美元 增长43.7% 促勤产品约达1.05亿美元 下降19% 出口额达11亿美元以上的 五类农产品包括咖啡 大米 蔬果 虾类和木制品 出口额下降的产品 包括茶叶和药果 关于出口市场 美国是最大出口市场 其次为中国 为开拓市场 促进对外出口 农业与农村发展部 正大力推进各项 双边和豆边合作活动 如组团赴中国 开展水果和水产品供应链 推广活动 其中谈判和完善相关手续 以向韩国出口芒果和鸡肉 向西西兰出口柚子和柠檬 向中国出口毛鱼 燕窝和燕窝制品 牛奶和奶制品 据越南国家银行 胡志明市分行的消息 截至2022年第1季度末 流入胡志明市的侨汇收入达17.7亿美元 同比增长14.2% 据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第1季度 胡志明市侨汇收入相当于2021年全年侨汇收入的25% 越南国家银行胡志明市分行代表透露 之所以胡志明市乃至越南侨汇收入仍呈现增长台势 是因为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 但海外越南人一向心系祖国 加上便捷的汇款支付系统和政策 吸引了大量侨汇流入 目前侨汇收入占胡志明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2% 这也是胡志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 至于南统计总局的数据显示 2022年第1季度 越南15岁以上的劳动力为5120万人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约20万人 越南目前的人力资源状况有很多积极方面 出现了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因素 2022年第1季度 越南劳动力达到68.1% 米上一季度增长0.4个百分点 城镇劳动力为65.9% 农村为69.5% 2022年第1季度 受过培训的具有学历证书的劳动者人数为26.1% 满15岁从业人员有5000万人 同比增加13.22万人 服务业劳动力占比最大 为38.7% 其次是工业和建筑业从业人员 占33.5% 农林水产劳动力占比最低 为27.8% 2022年第1季度 劳动者平均月收入为640万月顿 离上一季度增加100万月顿 离去年同期增加11万月顿 今年第1季度 劳动力市场在多个经济领域逐步恢复活跃 劳动者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在两年停滞后 直达拥有14亿人口的印度 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韩国 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国际航线 使月节为人人创造成座飞机会 为各国之间文化 经济和社会搭建桥梁等做出的努力和承诺 在疫情后 月节已刷新恢复直达印度新德里和菩提道场生地各航线 此外 该公司从胡志明市至新德里的航线也恢复运营 为两国游客出差 探亲和旅游等创造便利条件 和内合胡志明市至新德里的两条航线 每周往返航班三班 从6号起每日往返航班一班 此外月节于4月28号至29号 恢复运营的胡志明市至印度尼西亚巴黎旅游天堂 和香港市至韩国首仁川机场的两条航线 也连接了世界最具特色和最具信力的海洋旅游目的地 5月5号 胡志明市旅游局与该市旅游协会 就2022年第18届胡志明市旅游节的相关活动 联合赵凯新闻发布会 本届游节将传达胡志明市欢迎您的信息 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的氛围感十足 题为活跃体验的第18届胡志明市旅游节 将于2022年5月14号至17号 在胡志明市第一军黎文霸公园举办 预计吸引来自越南全国50多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参加 旅游节将举办一系列特色活动 旨在策计旅游市场需求 向国内外游客推介胡志明市的安全 迫具信力友好的形象 此外2022年第18届胡志明市旅游节 还推介越南各旅游景点 地方特产和美食等 在该旅游节框架内 组议会将举办2022年越南旅游基于与挑战研讨会 与旅游博主沾线交流 健康旅游产品和胡志明市与九龙江三角洲旅游合作项目推介活动 题为顺化美食制度文化节是承建顺化省顺化市 与国内一些地方饮食文化精髓的笑容 以多种破具意义的活动 该文化节已打造出破具特色 独特的饮食文化空间 为当地居民和游客带来有趣的体验 顺化美食制度文化节在湘江岸辩四厢公园举行 数千名游客和当地居民一间来体验 并了解顺化破具特色和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 顺化美食制度文化节是承建顺化省 推出旅游需求刺激活动这一 同时为游客提供有趣的娱乐场所 顺化美食制度文化节 将顺化市与其他地方饮食文化精髓完美交融 我们努力为艺人与游客会面交流创造良好空间 进而有效推广各地饮食文化精髓 顺化美食制度文化节带你品尝不一样的特色美食 并与美食艺人进行交流 和欣赏破具细利的衣服表演 有机会参加顺化美食制度文化节 我感到很幸运 顺化美食很好吃 顺化人的饮食烹饪技术也很棒 成天顺化的饮食文化非常丰富 从宫廷到民间美食 估计多达1700多道菜 为进一步丰富古都文化传统做出了追的贡献 顺化除了森林 海洋 西湖等许多独特的自然遗产外 还拥有特有的美食 而且依然保留着传统的烹饪方法 赢得了世界的好评 该活动有助于肯定顺化美食之都的品牌 同时为广泛推荐成天顺化圣 乃至越南旅游文化特色做出积极贡献 第三十一届冬运会已临近 目前近一千名艺人和演员的排练 正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为本届东南亚运动会开幕式做好筹备工作 尽其所能向观众献上一场富有越南文化特色 并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的精彩艺术表演 越南表演艺术局大局长陈丽丽表示 第三十一届东南亚运动会开幕式 将吸引近三千名演员 艺人 阅动员参加 目前近一千名艺人和演员的排练 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在第三十一届冬运会开幕式上 我们会彰显出一个青山浩克的女男 欢迎世界有人的到来 同时充分展现出本届冬运会 致力于更强大的东南亚的口号 组委会和演员们都在齐心协力 以高度责任感做好被交付的任务 专注于排练工作 为本届冬运会献出一份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 竹子舞蹈 联花舞 斗笠与奥大秀 想结合等 就是第三十一届东运会开幕式的亮点 本届冬运会开幕式将把传统余线的因素想结合 开幕式所使用的映射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等 将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 其为欢迎东南亚的第三十一届东运会开幕式 将于5月12号在美亭国家体育场举行 开幕式时长120分钟 分为亲上好客的越南 强劲的东南亚 以及光辉灿烂的东南亚等三部分 各位观众 关于越南陕炉省牧州县 芒郎巷的世界最常人形玻璃桥 之前已投入使用 并受到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国际媒体分分离多种形式 对这条最常的人形玻璃桥进行报道 聚南华早报的报道 凭借世界最常人形玻璃桥 越南希望推动旅游业发展满上新台阶 此外法国新闻社报道 若是您患有孔刀症 那么越南这新的旅游体地不是分离 多国媒体PDN原领请一次世界纪录组织专家的评价称 这座玻璃桥同时容纳500人 许多外国纽客发表的议论时 对这座世界最常人形玻璃桥 十分感兴趣 同时表示希望有机会赴予了亲身体验 白龙人形玻璃桥为女生的守护周线 是世界最常人形玻璃桥 是世界最常人形玻璃桥